新疆不仅在棉花产业没有强化劳动 在其他的产业也不存在强化活动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了一下几点 一是新疆各种群众劳动就业均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新疆各种群众劳动就业是完全自由 他们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去什么地方 干什么工作 都是自己的意愿 人身自由从未受到任何限制 三是新疆各种群众的劳动权益 依法得到保证 各种劳动的劳动保守权 休息休假权 劳动安全 卫生保护权 还有获得社会保险福利等权益 依法得到保证 各种劳动者无论在新疆 还是在其他地区 宗教 信仰 民主 文化 语言 文字方面的权利 均依法得到尊重和保证 词曲 李宗监 和探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